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现在时间是2019年3月22号 美东时间到了周五 即将进入周末 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 周末并不消停 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大事发生 而且我们今天会有四个话题 要和大家进行分享 梳理 解析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 首先是新闻简要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对新闻进行一番浏览和梳理 首先是关于川普准备的授台 F16战机这个新闻 那么据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政府已经是默许台湾提请的60多架F16战机的采购 但是因为F16这个工厂搬迁 新厂的生产线需要在2021年之后才启动 而且档期内已经是先排给了中东国家巴林 所以短期内无法为台湾生产F16 外电引述不具名的内情人士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的幕僚鼓励台湾提交F16战机的正式采购申请 台湾也在本月提交 但是所有的这类提请还需要转换为 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的正式提案 然后国会将有30天时间决定是否同意军售 奥巴马政府2011年因为担心激怒中国 当时驳回了台湾一次类似的采购申请 但是川普政府则选在和中国贸易谈判 进入胶着这样一个时机 采取更加具有挑衅式的这种做法 但是这桩可能的这个对台F16的军售案 能不能成为美国拿来和中国谈判贸易的筹码 或者只是纯粹川普政府重新又聚焦力挺台湾的又一个举措 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长期以来是一直支持台湾的 而且部分国家安全会议的幕僚 也敦促美国摆出更强硬的姿态 包括派遣更多的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下面来关注一则中国的这个社会的消息 在3月22号的这个凌晨的6点这个左右 在湖北早阳市的太平镇的摇港街 发生了驾车恶意撞人的事件 一男子驾车冲撞行人被当地的公安当场击毙 初步核实已经有7人死亡 包括肇事者本人另外有7人受伤 从当地太平三中家长的这个 在群里面所发的截图可以看到有老师在群组内发布信息 提醒学生和家长要注意安全 对此有网民就感慨 说这种人像普通人报复简直就是懦夫行为 或者说是一场悲剧 也有人说是生活不易 社会浮躁 人心暴力 越来越多的人走上绝境 目前湖北早阳的这个市委市政府正在全力组织救援 相关情况还在进行这个核实当中 下面是有关中国足球的这样一则新闻 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现在正在意大利访问 而意大利是世界上的传统的足球强国 而中国的这个国足始终是不见起色 刚刚似乎又输给了这个泰国队 那么是让习近平大为光火 大家知道习近平是一个足球迷 那么他这次访问在一系列的合作协议中 包含了体育文化交流领域 而随习近平到访的这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当中 就有中国的这个央视等这些部门的体育主管 根据一项协议草案显示 意大利足协和一甲将寻求在未来三年内 在预算充裕的情况下在中国组织一场比赛 那么中国的球赛也在协议里呢 有到这个意大利比赛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这样的这个之分的 那么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透露说呢 一甲考虑是在中国举行这个比赛 报道说意大利最高等级的足球连赛 一甲正在探讨举行一场比赛的计划 那么金融时报的这个看到了一份协议草案显示 一甲和意大利足球协会的高管呢 现在正在和中国主要的国有电视台 也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也就是原来的这个央视的高管就上述计划进行磋商 有意在本周末签署协议 那么根据偶尔商业新媒体转引的消息 还说呢意大利和中国两国的国家队 还将在对方国家举办表演赛 中共的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高管呢 随同习近平出访 那么习近平出访的这个是从周五开始的 那么意大利呢 现在是首个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七国集团的这个成员国 那么这次举呢也是让欧洲和美国的盟友感到不安 那么同时我们再说到这个足球 作为一名这个足球迷 大家知道呢 习近平之前是推出了一项内容广泛的计划 希望将中国从一个足球的弱国 转变成一个有能力主办 并赢得世界杯的强国啊 看来这个梦想呢还是相当的遥远 那么报告还说呢 这个中国的企业富豪啊 因为习近平的这个爱好啊 喜好啊就掀起了一场规模达到25亿美元的投资狂潮 是争相收购 欧洲的足球俱乐部 还有其他的欧洲体育资产的这个股份 在2017年中国政府发起对部分海外投资和资本外流的打击行动之后啊 这场轰轰烈烈的这个海外投资潮啊 体育投资潮似乎已经是延起息鼓了 那么再来关注呢 德国现在是啊 这个中国是蝉联德国最大的这个进口国啊 这样一则报道 那么这个也是对欧洲的啊 一个侧面啊 所发挥的这种影响 那么法国媒体21号报道说根据德国的联邦统计局的初步调查 结果呢 这个统计结果我说呢2018年 德国从中国进口的价值1063亿欧元的货物 比上一年增加了4.4% 所以中国呢由此连续第四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进口国 德国联邦统计局周四的数据说 中国对德国进口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大 1980年中国在德国进口国排行榜上是名列第35位 1990年升到第14位 2000年的时候是排名第10 那么中国的这个高速发展是中国从从前的这个生产简单产品的低工资国家 略称为高科技生产商那么这个发展也体现在对外贸易数据上 目前中国特别是在数据处理设备和其他电子产品领域呢 都是德国进口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德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还是服装和纺织品 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生产转变使纺织生产的转移到了孟加拉国等这些国家 而2018年的德国从中国进口的最重要的货物是数据处理设备 以及电子和光学产品 比如说计算机存储介质和娱乐电子产品等等 价值呢是378亿欧元 那么其他重要的产品进口产品还有呢 电池啊电动机啊电用这个家用电器啊等等 那么这些产品的价值是135亿 那么其次呢还有机械设备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啊 有关这个委内瑞拉的一则消息 那么成立60年呢 拉丁美洲最大的这个美洲开发银行 也就是IDB呢下周呢是首度啊要遗失中国的成都举行年会 那么美国呢3月21号星期四就威胁说 如果北京拒绝让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 瓜伊多的代表出席 那么作为拉美最大贷款方的美国将缺席年会 那么美洲开发银行上周表决啊 获得瓜伊多支持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啊 豪斯曼取代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的理事会的这个代表 消息指呢 中国作为马杜罗政府啊 少数的这个国际盟友已经提出不邀请马杜罗 或者是瓜伊多阵营的代表 双方都不请 那么以避免的这个年会的政治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呢 如果说豪斯曼被拒之门外 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盟友呢 将退出这次的年会 他说呢 中国不愿意承认豪斯曼也不向他发出签证 违反了这个美洲开发银行的协定和程序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在过去十年中国在拉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因为中美关系目前仍然处于贸易争端 而处于紧张的状态呢 美国政府过去几个月 也公开对中国在拉美扩张的这个影响令 发出了警告 还有一则消息呢 下面一则消息就是有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啊 我们知道习近平呢 在访问了意大利和摩纳哥之后 就要去法国访问 那么在他访问前夕呢 马克龙呢已经透露的消息呢 他要和这个德国的这个领导人啊 还有欧盟的这个领导人一起会见习近平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看布鲁塞尔的这个消息说呢 法国总统府的官员星期四介绍说 马克龙将和德国总理莫克尔等德方官员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一起 在3月26号和正在访问欧洲的这个习近平呢 就中欧关系举行会谈 那么这名官员就说呀 各方此次会谈将主要聚焦于针对中欧贸易 气候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话题的讨论 综合各方的消息来看啊 作为欧盟法德核心之一的法国 希望在对华关系上能在欧洲内部寻求统一的路径 以减弱欧盟28个成员国与中国 以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双边关系的发展和进行 那么这也就是说一种避免中国的这种分化和瓦解 马克龙本人呢 当天稍早时候向媒体表示呢 他对欧盟的峰会终于将 比如说例如对华关系这类的这种意向呢 以及保卫欧洲主权问题提上一时日程呢 感到了赞扬 感到欣慰 并且称呢 保卫欧洲主权是他上任法国总统以来 一直在欧盟内部不断呼吁的话题 那么他也就是有这种欧盟的情节啊 那么最后一则新闻呢 是有关这个波音737 MAX 这型客机的消息 也就是说呢 印尼的一家公司 也就是最大的航空公司 英航 我们知道呢 前不久呢 是印尼的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试航的这个737 MAX飞机 出现了这个空难事故 现在呢 是印尼的国家航空公司 英航呢 站出来说呢 他已经订购了这个49架 737 MAX不想要了 那么路透社3月22号的报道说呢 印尼英航也是首家公开 证实取消啊 这一类这个机型的订单的航空公司 另一据呢 美国的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也就是CNBC报道说 印尼的英航 早在3月14号就致信了波音公司 要求取消订单 但是至今没有受到回复 那么同时呢 波音公司呢 要在3月28号派员访问 雅加达进一步的进行讨论 同时波音方面 3月14号宣布 要暂停向客户交付了 737 MAX银号的客机 那么此前呢 韩国方面已经是宣布 拒绝接受新的737 MAX 那么这个机型实际上是波音的 现在最卖座的机型 去年总共是交付了256架 福布斯估算呢 这个机型每年为波音带来的 约320亿美元的收入 但是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波音本身陷入危机 连负责安全授权认证的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呢 也一同呢 遭了殃 本周的这报料就说呢 美国联邦政府的安全调查员认为 737 MAX客机使用的 这个新型飞行控制系统的安全评估 存在关键疏漏 而且呢 还披露说呢 为了追赶竞争对手空客的 这个进度呢 FAA管理层不断敦促安全工程团队 迅速完成授权认证 一边呢 就会把这个安全的认证工作 就委托给了波音自己的团队 这样呢 来缩减这个审查工作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这种消息 披露出来之后呢 美国的一些盟友呢 也都感到很诧异 加拿大方面呢 日前宣布呢 未来将独立 对737 MAX进行安全认证呢 而不再认可FAA的验证 好的 以上呢就是 今天的新闻简要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回来 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辩论现场 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要向大家强调 我们这是一则 这一个辩论性的这个节目 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嘉宾的意见和见解呢 可能会有不同 有些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争论 那么首先呢 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另外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人在伦敦的 资深的这个媒体人 也是时事评论人士 江静玲女士 静玲你好 安华你好 那么还有一位呢 是人在纽约的这个大事小评 明镜大事小评节目的主讲人 陈小平先生 陈小平你好 安华先生好 江静玲你好 好的 我们开门见上 我们今天就转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也就是关于这个严城化工厂的爆炸事件 这个后续的延烧 我们知道呢 这个事件呢 发生之后应该说这个死亡人数是节节在盘升 目前已经是最新的消息的最新的数字呢 是62人丧生 可以说呢 领非常的痛心 看到现场的画面啊 是触目惊心 是爆炸的这种冲击波 在那么远的地方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 而且呢是 事隔一天之后的现场的画面呢 让人感觉是惨不忍睹 那么这一起事件的发生呢 可以说呢 也是我们看到呢 和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型调整 以及这种官商勾结利益链的这种 错综复杂 有相当大的关系 而且呢 事件发生之后呢 这个官商两面呢 都在进行捂盖子 也就是说呢 这个要捂助事件的这种真相 而且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地区呢 降水线的这个陈家港这个镇呢 在2007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一起六人死亡的这个重大的事故 那么事后呢 他们也是有这种掩盖啊 买通这种记者呀 各路记者呢 各路人马是封堵各路记者 各司其职啊 然后把这事件呢 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于无形啊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的 首先呢 想请小平先生发表自己的评论 刚才你已经说了啊 现在最新的事态发展是62个人死亡啊 还有这个28人失踪 这是一个悲剧啊 我们首先要向为这个使者哀悼啊 这是这是非常那个悲惨的一个事件 在天津大爆炸以后啊 我们又看到这样一个啊 严惩的这个大爆炸事件 嗯 那么我也看到啊 这个中国的官方提供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在2016年啊 到2018年三年期间啊 啊全国共发生620起化工事件啊 造成了728人死亡 等于说这种化工事件导致的死亡 每年全国发生200起 嗯 这个这一次呢 啊现在只报道他死62个人 但是我觉得数字远远应该不止这么一点点啊 因为还有失踪的人数 还有重伤的人数 所以说未来的数字会以攀升啊 这一个哀悼哀悼之一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呢 应该是一个国词日 我我为什么不把这个4月20 这个这个昨天3月21号 说是国词日 因为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太多了 你要订国词日订不过来啊 那天津大事件就是国词日 太多了 每年200起也太多了 为什么说他是国词日呢 就是人民日报在3月22号的这个报道里头 他的投榜啊 没有任何这种消息 他的整个的3月22号的所有版面里面 没有这个事件的任何消息 然后呢 人民日报投榜的前三条是习近平的消息 然后然后第四条是党的领导的消息 第五个是绿色农业 第六个是减税 第七个是校园 第七个是重庆 对 这么多人叫人命啊 在他们的眼里头根本不值得一提 那这不是国词日吗 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个 这个人民日报在3月22号的以前 他有一篇一篇文章 中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 对 所以说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悲剧的背景之下 人民日报不提这样一个事 而且还要把在这个里头发表了一篇 中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这样的东西 在里头 就好像是摩纳哥的学生什么是说的 所以我说这个这是这个 这才是国词 这是国词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读了一篇这个了解事情的一个人的一个文章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 我们很多人谈这个爆炸事件的这个悲剧怎么来的 那么这篇文章等于真正的揭示了他的这种悲剧的独特性 这是悲剧的独特性 但为什么这个 阎城 降水这个化工园区总是出事 而不同意其他无数的化工园区 那么这里头他解诊了 解读了三层原因 第一个 就这个地方的检查呢 每个月都有 但是我们是知道 悲剧发生了 因此他的检查都是走过场 政府每一个月都检查 这是这次接到情况 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呢 是一个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化工集团 担任副总经理的一个一个人是写的啊 那么第二个呢 官场文化 让这种检查 涂有其表 他说了一种什么官场文化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特别人喝 这种喝呢 酒桌上一喝 你就把这个检查的东西给吸湿了 只要上面有人来检查 通过这种喝酒的这种方式呢 他就是得到通报 得到通报之后呢 这些人就可以预先的做这种安全的防备 领导在现场值班 保证没有安全事故啊 查不出任何东西 对 敷衍了事 对 但是他说只要领导不在的那个晚上 那个地方永远有刺鼻的味道 就是说他的安全隐患啊 一直就躲藏在这种检查之中的 他他没有他从来没有逃过这种隐患 那么这个隐患是在这种喝酒的过程中给他吸湿了啊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呢 舆论控制 把当官的搞定了之后呢 官和商就形成了一体 他们就可以进行舆论的控制 他用他的话说 基本上这样搞好之后呢 都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园区 每次住室都非利用金钱 美女和黑道开路 招快怪招频出 潜力封锁一切外部的消息 只要不传出去 都能对不化解于无形 这就为重大和特大事故 埋下了隐患 所以说他对这个严惩的这个悲剧的这个三部曲的解读啊 那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解释 这有共性也有那个差异性啊 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那可以做总结了就是说 第一啊这是一个啊 地方政府在利用驱途之下通过腐败形式放动出来的一个悲剧事件啊 这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这个灾害事件实际上是政府在这里头的监督的缺位 第三呢就是这个政府经济利益这个驱动啊 他导致这个他对这个违法乱这个违法事件和监督他不认真啊 因为这个这个出事的这家工厂呢啊 他是注册资本高达九千万 是降水县官方筛选出的后备散事企业啊 天津加化工的 添加一化工的大国努江苏尼加港集团 总资产高达52亿是中国制造500强 所以这一家企业啊尽管历史上被行政处罚七次啊 这个董事长呢还被因为环境污染罪必定罪 但是他仍然可以在这个里头啊 撼动不了 撼不动他 对撼不动他 所以说呢他又能应付检查 所以说这把这个悲剧就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发酵 最后形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一个悲剧 嗯 这个地方一直在出事 我们也知道现在包括这个延城也好 还是他北边这个连云港也好 那么这两个城市之间呢 都是有大片的这种化工基地 而且我们也知道呢 这个化工基地的这种 和当地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啊 或者这种利益啊 或者说是这种税收啊 当地政府的这种业绩啊都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所以说呢当地政府呢也是啊 虽然那个地方啊 据啊 报道或据这种啊 分析呢认为是不适合建这种高污染项目的 但是这些项目啊 仍然在不断的这种雨后春笋般的遍地开花 而且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说 在这个去年啊 2018年的4月份这个央视就曾经报道过 这个半小时啊 经济半小时这个栏目就说呢 这个以非法排屋几时休为题呢 报道了就是这个地区的化工园区 三个化工园区包括这个连云港的两个县 还有这个这个延城的就是这次出事 这个响水县的这三大化工园区啊 那么就是说它这个行业的搬迁 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地区 现在因为它这个产业升级了吧 而且呢是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呢就把这个产业呢往北 向这个欠发达的这个苏北地区进行转移 而且呢这个转移的过程呢是非常的这种野蛮的 也就是说不顾及当地这种民众的这种考虑 当地民众呢或者说当地的政府 也是提出了一种口号叫做宁可毒死 也不愿意穷死 因为这个苏北都知道呢 比这个苏南的要落后一些 但是就说这种肆无忌惮的这种扩张啊 似乎就让人感觉到就是说 中国的一种经济的一种发展的魔咒 就是一放就乱 一抓就死 你现在放了倒是放开了 或者说是默许了官商勾结了 形成这种利益链的这种交易了 但是呢我们看到呢 事后的这种背后的代价就是民众的生命 几十条上百条甚至更多的人的生命 而且呢我们据周围的一些来自这个地区的这个朋友说呀 在那个地区的很多村庄都是癌症村 因为这个化工原料的这种污染啊 有毒气体的污染还不是爆炸了 爆炸的当时一种集中的爆发了 那么平时的这种污染呢就已经给当地民众啊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健康的威胁 那么静玲你对这个问题的观察是什么样的 是我刚刚听到二位讲的啊 我在这边我真的是很想了解 就是说当然知道我的背景是台湾来的啊 那么当然我在欧洲也在很久了 所以我来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一个政府啊 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刚刚小平也讲了这个天津大爆炸啊 所以我初步得到的从两位的那个讲的里面 我得到一个就是这是一个人为不张的一个状况发生的后果 那么另外一个我想应该就是一个新闻的媒体舆论的控制啊 但是我想回到就是这个爆炸场制造的这个化学原料啊 本啊 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说实话 平常我们可能也不会特别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它是一个剧毒性的一个化学原料 其实在欧洲这个地方已经很久 它几乎是一个限制生产或者不生产的东西了啊 那么显然它把这样的一个原料现在转到中国 或者说像安华你刚刚说的 它是不断的在扩产啊 宁可这个不愿意穷死是吧 也不怕被毒死啊 我想如果中国是要成为一个所谓的领导世界的国家 当然这是听起来是一个很冠冕弹簧的话 可是如果说连百姓的生命啊 都可以这样子气之不顾的话 我想它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的 那个只是一个梦想 你刚才说的就是说现在呢 它当地生产的很多这种农药也好啊 化肥也好等等这些化工的这种产品呢 这种剧毒性的在欧美国家早都是已经被禁止 禁掉的东西 对那么这些东西呢现在在中国是反而是这种遍地开花 形成了一个当地的支柱产业税收的这种主要的来源等等 我想呢 主要就是因为利益的关系 同时我们看到刚才的这则报道就说呢 还有就消息说呢 在这个岩城的爆炸工厂的周围有多家的小学和幼儿园 所以就说呢 那么这个爆炸对这种死亡人数的就现在62人 我认为那是昨天当时还是仅仅是做节目的时候是六个人 我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 你看那个爆炸的场面对不对 几乎就是一个小型原子弹爆炸的这种震撼 而且是引发了当地3.0级的地震啊 那么那怎么可能有六个人 我就说这个中国官媒这些 或者说中国管宣传这些官员这个也不动脑筋啊 那么你至少就说你第一次透露数字 虽然会说可以说会有后续的这种死亡人数还会积取的攀升 但是你也不能第一次就说六个人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一种概念性的 或者说是一种愚蠢的一种至极的一种做法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刚才我说到那篇报道 就是这个央视的这个当时就说 去年就说要对这个这个苏北地区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江苏的这个苏北地区 要全面的这个关停沿海的化工员 化工员内的这个尤其是医药 农药还有染体染料的这个项目 那么染料这知道我们这三个产品呢 应该说都是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这种污染 但是呢毫无作用 到现在为止呢依然在运展当中 如果不是这次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剧烈的这种爆炸 甚至引发了在出访的过程当中 这个我们看到今天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统 马塔雷拉这个会谈的时候 还一方也提到了向这些民众进行哀悼啊 这个习近平也不得不提了几句 那么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闹大了 应该说呢这些项目仍然可能像小平刚才所说的 在继续的进行这种以一种奇特的方式 这个拔酒言欢啊形成官商这种勾结的 就给掩盖过去了 那么对于这个事件的后续 小平你认为还会有什么样的这种震动 对中国的观众也好 这个是这是三个悲剧的叠加啊 第一个刚才你提到老百姓你愿意不愿意被穷死 愿意被毒死 那么你实际上你也没被毒死 你最好你是被病死的 你是被炸死的对不对啊 这是个悲剧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呢 当地政府呢不怕老百姓啊被毒死 也不怕老百姓被病死 也不怕老百姓被炸死啊 他只怕自己的官死掉 因此呢他们会拼命的去发展这种产业 不管你有毒也好 也不管你有问题也好 我只要把GDP搞上去我就能升官 这也是一个悲剧 所以说这个悲剧啊 你从忠诚的这个规模来看 那是政府利益驱动的 被政府放大的一个 和被政府受重用的一个悲剧 那么更大的一个悲剧呢 我就说呢 刚才你也谈了要谈悲观 谈谈谈未来对不对啊 那未来的这个东西呢 同样的事件 会同样的模式 再次发生 因为大家在天津那个大爆炸之后 大家啊 惊讶的不得了啊 但是这次爆炸以后 你惊讶什么呢 刚才我也提到一种数字啊 三年下来平均一年两百起 你根本不知道很多东西啊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悲剧啊 刚才那个江津林女士说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 不可能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 当然不可能是做梦了 那么中国现在 他在世界上 他以什么 你看他现在 他是以不断的以悲剧去震撼全世界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 几乎就是狮子多了不养了 这种感觉 而且这是这个 他现在震惊世界的 他不是中国人的这个 他是人民日报这种不要脸啊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 他使中国是最幸福的地方啊 这是一个了 这是一个震惊世界 另外这么大的爆炸事件 他震惊世界 还有个什么事件 他震惊世界呢 感觉是简直是一个笑话啊 对啊 一个真是一个笑话 同样是 还有一个事件 震惊世界就是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真相 这也震惊世界 你现在你知道天津大爆炸 死了多少人吗 你知道天津大爆炸 一共损失了多少经济损失吗 你知道天津大爆炸 有多少官员被处罚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对不对 网上查不出来的 他现在告诉你 原来是封锁你的社交媒体 现在告诉你 新技术封锁信息 你不是很多媒体 在天空中有那种无人机吗 他给你击落 他把你 他不允许你去 这个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这是第二个震惊世界的 那么第三个正经事就是说 下一个事件 以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悲剧规模 再次出现在全世界面前 这是他的这个悲剧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呢 这个我啊 我每次看到这样一个悲剧呢 真的我真的为中国人的生命啊 因为 这个地方的生命不是钱啊 死了那么多人 人民日报 不值得在榜面上提一句啊 是不是啊 那还叫人民日报啊 对不对啊 他叫人民日报的啊 他没有说是中国共产党党报 他叫人民日报 所以说这是悲剧 对这个国家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是悲剧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 好这个事情是习近平在亲自处理 我每次听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悲剧的根源 没有皇帝啊 没有最高领导人的事情就处理不了 对 完全赞成 每一个事件都是习近平要去处理 你习近平处理得过来吗 这个这个每年两百起 你处理得过来吗 你这如果你官员那个负责任 遇到发生的事情 你给他处理掉了 习近平根本不要处理 这是最好的国家 对不对啊 所以说 所以我每次看到人家说 习近平亲自处理 我觉得这个国家病入高荒 治不好了癌症 小平我想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你知道习近平在这边访问 当我看到习近平亲自处理的时候 我想中国在这个时候还在搞样板 还在做国际样板宣传 然后我在看到那个照片 里面那么悲惨的一个状况 觉得说中国的人民 难道真的可以被草菅到这种地步 然后可以这么真的不值钱吗 当然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个疑问就是 中国的人民自己的自觉性在哪里 或许我这样子问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无知 但是确实是中国人民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判断性直觉性 还有启发性在哪里 一个再穷再苦的一个国家 我想都应该有自己的自觉性 当你知道你的健康 你的家人 你的下一代子孙 都要受到伤害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你刚刚提到说人民日报 是叫人民日报 它是一个国耻 但是我想这整个来讲 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多么的落后 不管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上震惊局势 被称为崛起 中国人有钱了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我想中国的民智 还有中国的政治体制 我想它可能是落后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 至少我个人难以想象 您这个对中国人的自觉性期待太高了 你在这方面你不要期待 因为这个国家老百姓 已经生活到宁愿被毒死的程度 他还有什么自觉性啊 对不对啊 对啊 也不愿意做出一些反应 对啊 他被穷疯了 实际上中国人不是被穷疯了 是一种贪欲 苏北那个地方 苏南不是那么穷啊 他是这种人的一种贪欲 这个政府啊 这个政府他不鼓励人向上的 他鼓励人贪欲 鼓励人堕落 因为你关心国家大事 你就进监狱 那么你只能满足于你的生存的需要 对啊 这个生存的需要 他给你多少 你能得到多少 所以说这个 在有些地方的人 你的资源有限 你就得不到那么 很好的一些条件 他就指望政府 当你的奶妈 当你的保姆 给你 抚养你 是不是 是这样 所以说中国的官都叫父母官嘛 所以在父母官的情况下 你指望他能有自觉性吗 他只是求你啊 你别那么虐待我啊 给我一点这个 你拿十我拿一 你拿九我拿一 是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说 您从台湾那个地方走出来 你无法想象 中国人现在在某些方面 他是支持这个政府系统的 因为他们 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系统 他只能去支持这个系统 他们希望有个皇帝 所以他们希望习近平来管他 因为习近平不管他别的人出力不了啊 习近平不管就不是事 只有他管了这才 习近平不解决 习近平不出面这事情解决不了 因为他从上到下啊 他是一个网络 昨天有一个朋友在网络 在说这个事情地方官员不敢隐瞒 我觉得这掐的是中国问题 地方官员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就是想隐瞒 对啊 他从下到上一直隐瞒 一直把习近平骗到骗晕了啊 所以习近平根本就不知道这情况 皇帝治理中国从来就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 而发生这种冤假错案的 没错没错 对对对 这经常发生的情况 其实习近平啊 他是个开明君主 开明开明君主 他有时候想处理的事情 他因为他信息不对称 他也处理不了 所以很多时候坏的这些官员互相包庇 这样把他们的事情就会罩住了 这个是打航培机啊 这个封杀媒体呀 让记者呀好吃好喝住宾馆 全是这些官员为了这个 掩盖这事情真相采取的措施 是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12年以前的 07年那个事件 那就是而且当地还是沾沾自喜啊 认为自己就是应对这种媒体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应急响应应急措施啊 非常到位 所以说让这个事件呢 没有这个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正面的舆论呢 引导了这种民众的这种消息来源 所以这让这种谣言啊没有广泛的流传等等 那似乎他还认为这是一个政绩 就说认为把这个媒体呢摆平了 不管是用美女也好用金钱也好用什么样的东西也好 总之呢是把媒体摆平了 各路记者呢纷纷都回去了 而且还有这种截停记者的这种这种做法 那么这次看来是估计可能这招不灵了 这个知情人是他明确的说嘛 利用金钱美女和黑道开路 怪招叠出啊 他这个没提到 你刚才只是说的 用金钱来买通记者来控制记者 他没有提到美女和黑道出场的问题啊 这里这里都没有这个盖子没揭开啊 是所以说这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小平说到这个国耻的确是一个 这个人民日报这个版面我也看了 这个通篇头版没有任何知字未提 那么这个让人感觉到似乎是一片太平 就是为了他的出访呢 不要给他的出访呢造成这种所谓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 那么好在呢这次这个会谈当中啊 这个意大利的总统倒是提出了这个事呢 他也不得不回应一下 而且说到了 而且还出现了口误啊 那么就说我认为呢 他也是觉得这事件很扫兴啊 对他来说呢还是很扫兴 而且呢也是多次强调什么要进行的指示啦 让这个安全这种事故啊能够坚决遏制啦 等等那么这都是说过不知道N年的话 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效果 该出的事继续再出 所以就说现在这个官员 他的治下的这种官员的 用这种懒政 雍政 堕政 怠政来消极对抗呢 我估计呢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另外呢就是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呢 由于法治的不健全 由于这种一党的这种体制 导致的就是说一放就乱啊 形成这种官商勾结 那么这种民营企业也好 他们这种为了求生存 就要和官方呢 又暴态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那么这就导致了各方面的这种问题 错综复杂 所以说呢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 第一个话题就先进行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习近平的 这个在欧洲的访问 刚才我们已经实际上已经提到了 那么这是现在呢 他对意大利的访问呢 被认为是一个开先河 意大利进入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怀抱 被认为是西方七国 七大工业国当中的开先河的 首开的记录的国家 那么意大利呢 现在是要拥抱中国 到底拥抱的是中国的什么 是拥抱的中国的这个钱袋子呢 还是要和中国真的是成为一条心了 我觉得呢也未必如此 因为我们看到呢 意大利方面的包括他的副总理 也都表示了对这种意大利呢 和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谅解被忘录的这种反对态度 另外我们也知道呢 意大利的总统马塔雷拉在当时选择这个总理啊 孔特的时候 在这个孔特组合之后 他就对孔特这个经济部长是一位脱欧人士 又感到很不满要求他呢 把这个人这个人选的替换掉 也就表明了马塔雷拉对于脱欧是反对态度 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感觉呢意大利同样是这种有这种做两手准备 或者说是脚踩两只船的这样一种意图在其中 也就是说利用中国解决他当前的这种贸易啊 这种不景气啊经济的这种衰退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和欧盟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不可能被中国的这样插一脚呢就被切断的 不知道这个话题 近年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想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啊 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意大利因为现在主要是一个民粹的政府啊 那么这个民粹的政府 当然我们知道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 就是跟这边的他的选民说了 就是说他要投注很多的钱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把这个钱的预算拿到欧盟去审核 可是欧盟没有让他通过 所以他跟欧盟的关系其实是不好的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中国他其实早就瞄准了在这个欧盟国家里面 欧洲这些国家里面 是有一些在经济上有问题 或者在关系上跟欧盟之间有冲突的 跟老欧盟之间有冲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是在于 中国是抓的这么好这么紧 那么就很快的就说在这个等于我形容是见缝插针 他在这个时候呢 进入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地方来 他可以看到中间的矛盾 国内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刚安华你说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是不是意大利在玩一个两手策略 其实我觉得未必 因为意大利知道说他在这个地方 在北约里面也好 在这个欧盟里面也好 那么他反正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拿着这个东西是变不了的 那么欧盟现在知道说 因为意大利所以非常的紧张 而在这个中国这一块呢 他知道说他确实是需要中国的钱 而他甚至于说 其实在2016年英国脱欧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这边就有舆论指出 我记得很清楚 他们就说了 他们说其实英国脱欧之后 谁能够取代英国在欧盟里面的地位 当时大家提到的就是意大利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记得的话 英国他是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 如果英国没有脱欧的话 英国也会是第一个支持意大利 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欧洲的主要先进国家 但是因为脱欧坏掉了整个盘局 所以我要说的是 今天意大利他在做的是 就像意大利的经济部长说的 我们其实可能是在带领欧洲其他的国家 来告诉他们说 中国现在是一个机会 那么呢是可以把这个机会延伸出去 所以我觉得意大利的态度 其实还蛮严肃的 就是您认为意大利还是真心的想和中国拥抱 或者说和中国的这个钱拥抱 中国的这个钱袋子 或者说一带一路拥抱 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意大利他是看到了他的机会 不要忘了这个古思路啊 是从这个中国的长安城通到意大利的罗马 我想在今天这个意大利人和中国人之间 可能还真的有那么一连点的这个情怀在里面 彼此可以相互利用 那么何乐不为呢 但是我同时有感觉到这个意大利方面呢 现在他主要是还是对欧盟一些不满 也是闹闹情绪 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欧盟的这种紧缩的这种财政政策 再一个呢就是投资的 本来这个他对这个法德轴心呢 当然也有不满了 他作为这个老牌的这种西方的这个文明的发言力 他本身就是都有这种情节 比如说意大利人看不起法国人 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 都觉得就是你比我的这个历史短 或者说你的这个文化没我的深厚等等 都有这么多种情节在其中 现在当然他这种经济呢 从这十年以来已经是三次的这种衰退 也的确够频繁的 那么和中国的这种关系呢 应该说也是被中国瞄准了 一个是希腊嘛 他这个中国对希腊这个港口啊 也是觊觎已久 这次呢也是意大利的四个港口啊 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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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里的 对那么这次呢 习近平还要去这个西西里的这个首府巴勒默啊 那个大区的首府巴勒默 巴勒默也是这个现任总统的老家 也是套近乎的一个一招了 就是去这个总统的老家去看看 那么同时呢也对这个意大利的港口啊 也是非常感兴趣 但是总体而言我认为呢 从价值观上或者从这种传统理念上 应该说意大利即使是闹情绪 但是在关键时刻我认为 他可能对中共呢还不会是 就是说导向中共啊 那么也就是说和中国呢 就是一种利益的一种交换 或者说是对中国的钱感兴趣 不知道小平是怎么看的 将近您这方面呢 他是专家啊 我我倾向于中正他 但是呢我有些问题搞不明白 因为意大利啊 我觉得刚才从你们说到情况呢 他有当下的这个啊 难言之隐啊 他经济上不好 他要啊 中国呢 这个是啊送上来啊 中国呢 这个在欧洲他有需求 他要送上门来啊 跟自家彼此都有合拍的 这种可能性啊 大家都能看到短期利益上的这种好处 这毫无疑问的啊 短期利益上的好处 因为这个中国呢 在跟美国的关系呢 相当紧张啊 而且呢美国跟欧洲呢 又紧张 因此呢 中国这个时候 要在家分之中 来这个捞点好处 这也可以 可以是理解的 那么呢 这个究竟是意大利 跟中国的关系 有多深有多远 这实际上是个更加 关键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呢 就是这个东西 取决于欧盟内部的 关系 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残后才能决定 意大利跟中国的关系 如果这个 对啊 如果这个 这前面两个关系都理顺了的话呢 理得很好的话啊 那么意大利跟中国的关系会远 如果这 意大利跟欧盟和跟美国的关系没搞好的话 他就跟中国近 所以受制于这样一个 一个背景 那么因此呢 我大理上认为呢 就是从大局上看呢 意大利应该是背靠欧盟和美国 眼睛看中国 如果这个 那边的情况有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 意大利真的要转身去向中国 我觉得也很难啊 毕竟 意大利跟中国之间 你要去往深了走的话 除了经济上的这种交往 我不知道他还有更多的什么东西啊 非常的难办的一个因素 而且呢这个中国跟意大利 完全取决于 他现在有 话语前是因为中国现在有美元啊 嗯 如果中国以后 如果中国这个中国人家说如果中美贸易官员那个战结束之后 达成这个之后中国以后的美元将面临很大的问题 情况之下 中国这个 一带一路都可能断奶的问题 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担心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吧 如果你能奶都断掉了 你意大利想你中国你没钱你跟我热闹那个套什么近乎啊 他又回到欧洲那去了 对不对啊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势必还是个两手策略或者说是脚踩两只船 那么他对着这个 意大利港口啊比如说像热南亚呀 阿里亚斯特呀 这些现在这种要开发这个港口四个港口这种投资的 也是他中国这种贸易货品的继续往西欧 进行延拓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 或者说是一个门户 同时我们知道的 之前的中国对希腊的这个 比利亚斯港呢就已经是投资 要到签了这个协议啊 可以有这个67%的 这种 股权 可以使用到2052年 我看到 能这都是一些布局 那么这个布局但是呢 实际上也都是 一招又一招的这个 险期 因为我们毕竟知道呢 意大利他是西方 国家的重要成员 同时呢 美军呢在意大利还有驻军 那么这个 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 也就是说从军事上 因为他毕竟作为战败国 在德国意大利都有驻军的 那么这个 对意大利的这种控制 现在也 仅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说意大利闹到 让美国觉得已经是不可忍受的 这种程度呢 就很有可能像日本的这种 重蹈日本的这种 当年的这种 这个纠山内阁呀 想和中国交好啊 结果被 很快换下的这种 情况并不是 不可能出现的 那么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但我自己认为 我觉得无论如何在这一个 在这一次的这一步棋上 我觉得中国是 是略占一筹的 就是说如果 刚刚小平说的没有错 就是说 中欧的关系 还有这个 中美的关系 以及欧美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这三大关系 把它拿出来 挑出来看的话 我想 无论如何 中国在这一次 走的这一步上面 他挑准了意大利 那么意大利呢 也顺应了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跟着他的后面 就说跟他一搭一搶 我觉得这个 你可以说是 互相 各取所需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事情上面 无论如何 我觉得中国这一步棋 是 是确实让这个欧洲 还有美国这边 都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但是呢 我也不觉得意大利是一个 这么短视的一个 政府 或国家 我想他们知道说 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国家 需要振兴经济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的国家 把这样的话 说出来以后 其实他是可以 拿这样子的一个 作为一个 一个筹码 去跟这个 欧盟 还有去跟 甚至于 就是说欧美之间 来做一个折冲 尤其是在 欧盟这一块 所以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呢 我觉得 意大利并不是 没有经过衡量的 我觉得意大利 他是非常清楚 自己在做什么 尽管意大利的内部 有不同的声音 可是我想 这个政府在 执政期间 那么他 会贯彻 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然 刚刚还提到 就是说签署的 这个 量解备忘录 我们知道量解备忘录 它本来就不是什么条约 不是什么 条约跟声明 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牵制力 所以他本来就可以很灵活应用的 那么在这一点 我觉得意大利 也是经过判算的 好 我们感谢敬林的这个分析和判断 也感谢 小平的这个梳理 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先放一放 转入第三个话题 就是有关的 现在这个华裔学者呀 在美国 现在是 有不少人呢 是被怀疑 甚至有些人呢 被 被拘捕 那么理由呢 就是 从事了一些盗窃 知识产权呀 或者说一些商业间谍 科技的这种 间谍的活动 那么现在呢 最新的这个 事态进展的就是 美国的这个三大华裔科学家的这个组织联合 发表了一个声明 认为呢 是种族歧视 伤害科研 那么这个 是这么回事 那么现在呢 是近日呢 美国知名的三个华人科学家的组织 分别是美国华裔生物科学家协会 美国华裔血液和肿瘤专家网络以及 华人生物学者教授协会联合在美国最权威的 这个科学杂志上 发文 表达了对当下政治环境呢 给科学界造成的这个冲击和变化的强烈关注 对一些特定的针对在美的华人科研人员的这种偏见 和歧视 发出了所谓的这个理性的抗议 还有深切的担忧 等等 那么这个全文呢 就 不赘述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文章啊 或者说 这封公开信呀 应该说和 之前不久 我们这 最近这一两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 有关这种 华裔的学者呀 华人的这种 学生啊 包括川普总统所说的 在美的华人呢 都是间谍等等 这些论断的 都是 有一种 对应的关系的 也就是对此呢 表示了担忧 担心的 是不是华人的这种 在美国的生存的环境 尤其是华人的学者 这种 生存环境 工作环境 科研的这种 环境 以及是 今后的这种发展 都可能受到了阻碍 那么这我们也知道呢 中共方面有 他的这个 千人计划 中国制造 2025在 也是在和美国 争夺人才 有关 这种话题呢 我感觉是不是有些 这种 似乎是 有些 怎么说呢 拿了好处 也是脚踩两只船 在美中两边呢 不停的游走 来夺取自己的这种 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没有这种因素 在其中 我想请小平呢 先发表自己的看法 哎呀 今天这个话题呢 这个比较沉重 因为 有人在 网络上讨论 就是美国会不会回到 麦卡锡主义 时代 这个 我们 真的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川普说这个留学生都是间谍 FBI说中国在美国搞全民间谍合同 然后再到千人计划 等等 是不是 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华人在美国的这个 处境啊越来越艰难 这个路啊 为美国华人呢 在美国的路越走越窄的一种 趋势 所以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呢 我支持这些三个组织啊 发表在一个 一个一个信 提起 关注啊 在美国可能 存在的一种种族歧视啊 以科学家为背景来谈这个事 这是我支持他们的一方面 另外呢 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些那些内容呢 我也觉得啊 我要对他们进行批评 就是他们没有正视 这个 华人里面 科学家里面 科学家里面存在的问题 就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报告啊 你这个 你这个在这么大一个影响里头 写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不公允 确确实实在过去是有些冤案 但有一些也是事实 你没有去正面回应这些问题啊 这是 这是第1个问题 我觉得我是这样一个态度啊 那么第2个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三个科学家群体在这个时候发表在这样一个 啊 声明呢 这一封信呢又不是好时候 为什么说不是好时候呢 因为 等于是中国人一边在美国当间谍 一边这边你在抗议种族歧视 所以说他们这个 发表这个东西不是最佳时机 为什么说一边当间谍一边在 抗议呢就是 最近发生的这个特斯拉 这个驾驶那个那个 那个汽车驾驶技术的所有的核心资料 被 起诉啊 所以涉及一个中国人 涉及偷窃了所有的资料 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特斯拉在旧金山联邦法院提起一项诉讼 指控其自动驾驶团队的前工程师 曹光直把超过30万个文件和目录 以及原大马副本上传他的cloud之后 于3月1号突然辞职 加盟中国新造车 小鹏汽车 涉嫌窃取特斯拉商业秘密 所以说呢 我说你这个科学家们干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这边说你要 这个反对宗族歧视 另外那方面你这个中国的科学家在偷东西 所以说这个消化了你这个正面的这个呼吁这个力量啊 所以我觉得不是个最好的时候 这第2个啊 那么第3个美国的这个官方呢 今天已经回应了啊 实际上啊 也在 某些方面 跟我说的东西两方面很相吻合啊 美国的这个啊 这个 卫生研究院的一个回应 这个卫生研究院是美国卫生部下美国卫生部下面的一个官方机构啊 他们他是怎么说的呢啊 他是怎么说 这个 我们啊 自立于避免任何形式的交往过阵侮辱 骚扰和标签啊 对三个华语组织提出的问题深表关注 第1啊 第2呢 在美国工作的绝大多数华人科研人员都受人尊敬 尽职尽 并自立于改善人类生活科学探索的事业啊 这第2 那么第3他说了 不幸的是 最近发现了某些科学家 包括一些与外国机构和政府有联系的科学家 违反了美国研究机构 荣誉系统的操作和原则 那 那等于是这个在某个意义上批评了你这科学家的这个这封信 是已经是 已经是很含蓄的 含蓄的在 我觉得说到这不妨把这个这封信的部分内容给大家念一下 因为这个 他说的这封信就说 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国家卫生院 他就说的这封信说到近年来的这些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 包括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 在内的各种联邦和州机构 都提出了更为详细和具体的要求 绝大多数华人科学家和学生都是遵守这些规则的守法公民 居民或者是短期留学访问的这个学生学者 那么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美国科学家科学界的可以完全做到这个开放数据访问和数据共享 那么这些对于加速研究进步非常重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多年来一直支持这些政策 刚才小平你说的这个国立卫生院这个回应是吻合的 他接着就说大多数的华裔科学家认为 生物医学研究对全人类都有益 那么多国合作加速了科学进步发现 但是一些NIH的推荐如果一旦渗入了偏见 则可能伤害所谓良性的合作 例如他就引述了NIH建议培养和外国合作伙伴的信任关系 但没有说明是否必须通过官方正式渠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还建议 当和外国合作者进行科学交流的时候 要受到更多的限制 这可能会妨碍一些正常的合作 近几十年来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案例 涉及的美籍的 华裔的科学家都被错误的指控成间谍 虽然所有指控最终都被撤销或者当事人被证明无罪 但这些诉讼不仅对这些人的职业生涯造成的 破坏性影响 而且对整个美国华人科学界产生的 令人不寒而栄的负面影响 这可能也就是小平你说的有可能 麦卡锡主义的这种回潮 对华人生存构成巨大的这种威胁和不利的影响 但是我总感觉看了这些华裔科学家的这封信 感觉有些矫情 就像小平刚才说的 你实际上的确有很多人 就是在两头跑 两头都拿好处 甚至就是说 重点拿好处是在中国方面 在偷美国的东西 去来为中国效力 那么这怎么能够自圆其说呢 静灵你怎么看 我认为我不知道 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个案应该都不一样了 它绝对不是一个集体性的行为 但是我非常赞成的就是 小平刚刚说了 就说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一个好时机 我的看法稍微不一样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才要赶快站出来 做这样子的一个 澄清也好声明也好 或者表达立场也好 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在外面 尤其是人在外面的时候 我所谓的在外面 是不在你自己的国土上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 很多的很多的过程里面 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一些代价 跟努力 那么在这个状况下呢我觉得公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你是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你就应该要站出来 表达你自己的立场跟看法 所以我对这样的今天这样的一个三个团体 这样子一封公开的信也好 声明也好 基本上我个人是表达支持的态度 那回到刚刚安化你的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要说的是 其实每个个案 每个个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集体的现象 所以不能够用集体的态度来看这个东西 但是我 我的个人感觉的 就是说中共方面对于美国的 科技界 知识界 教育界 包括文化界等等的 这些渗透 包括大外宣的组成部分 或者他的科研计划的组成部分 他的国家项目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是这种动作是越来越频繁 仅仅说到个案 我觉得 似乎已经是有些牵强了 你说 换到20年以前 可能还是属于 就很零星出现的 但是最近 我们看到包括江苏的这种安全的这种部门的 这个 负责人都被这个 诱补 等等 那么 他指使的这些美国的留学生 在 窃取 美国的这种 科技的知识产权 情报信息等等 各方面都在不断的出现 那么 刚才小平说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自动驾驶技术等等 那么这种 应该说我们 都是 实有 耳闻 而且是这种频率是越来越高 那么对于今后这种发展 小平你你觉得 在美的这种华人学者也好 各行各业的人士也好 那怎么能够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呢 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 保护科学家的人权 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不认为这里头有什么种族歧视的问题 你被打击 你被抓住是因为你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的这个关于中国科学家 间谍事件都是个案 这个美国在现在的体制之下呢 还没有一个专门制定的就是针对中国人的一个法律啊 如果有这样的话那是种族歧视 这个时候没发生 因此我形象于认为 这个这是个案 只是说 中国的这个科学家们在这里头不规矩的比较多 因此被抓的也比较多 再加上中美国这个时候 严打中国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把他说这个种族歧视 我也不支持 这是第2个啊 第3个啊 这个里头的东西呢 我觉得 与其你说更多的是种族歧视 不如说中国人不检点 在这方面 你 你没有解决这个 如果你加入了美国的这个 国籍 那么你就要解决你对美国的忠诚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这个美国的国籍 那么你就要知道中族美国的法律的问题啊 是不是啊 你只有在这两方面你出了问题才被美国人逮住 如果你在里面这两方面没有问题 美国人逮不住你 这不是 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说与其更多的关注种族歧视 不如关注中国人啊 对美国的忠诚度的问题和对美国法律的 遵守的问题 至少从职业道德角度来看你要中东知识产权的问题 如果不违法的话你要你从你的 不能偷东西的角度来说你也是应该遵守吗 对不对 那是自然法呀 是不是 对 对我们说到呢 可能很多人用这种说法就是中共 他自己也说啊 所谓这个知识无国界 但是这个科学家有祖国 这是无国界的掏钱买啊 对呀 所以说反过来说现在也同样适用啊 那么就是说 现在说的也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华语学者这封信就说到 这个似乎知识合作啊 这种科技合作是无国界的 是造福全人类的 但是别忘了 你是站在哪个立场 你在哪个国家 那么他还是有国家属性的 你不可能就说 随随便便把一个 那否则要这些什么 这个情报部门啊 这种监管部门 执法部门干什么 那个完全可以 都解散嘛 都可以不要了嘛 那么如果说这个 毕竟这种国家的界限是存在的 所以就说 现在这种我觉得这封信的说的有些 此地无垠的这种感觉 有一些知识是无国界的 自私产权保护到期到期了 人类可以共同享受 这是无国界的 但是 有些知识就是有国界 你掏钱来买呀 这是对人类这个知识产权的尊敬啊 所以说 这个知识 知识这个无国界呢 是这个一个偷窃的理论啊 这是可以这么说 偷窃 就窃数不为贼的这种理论的翻版 我觉得是这样 没错 好的 敬玲 你还有什么话 我是觉得就是说 种族歧视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我同意就是小平刚刚说的就是 如果你自己在法律上站得稳的话 那么在一个民主的体系里面 我想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但是不可否认也让我们不要否认 种族歧视它确实是存在的 一种人的我觉得这种种族歧视呢 人的一种心理的上的一种文化的 这种歧视你没法改变 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制度制度性的一个歧视 因为你我告诉你你像你偷了特斯拉这个东西之后呢人家特斯拉以后真的考虑搞了 我不顾你中国中国的那个科学家了 对呀 这个东西是 法律上他没有这样他就是不顾你你你你你不诚实啊 他完全可以他完全可以做那种商业选择呀 对呀他做这种选择就这种行为的话他美国美国美国人不会通过立法 制定一个法律像原来排华那样啊通过一个 司法判决来来来来说你这个歧视 但是你这么干坏事的话人家以后在具体的这个企业中他会歧视你中国人了 这个这个这是麻烦这是没法消除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是要怎么样的通过这些 一些行为来消除人们的这种歧视感 美国社会不同的种族间真的可能有歧视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这还是就是那句话还是出于贪欲 也是出于贪欲 出于自己认为这种侥幸心理可以占占小便宜 少少小聪明然后就可以瞒天过海 但最终呢应该说这种想法的都是不切实际的 最终还是会被 相关的这种部门的所收入自己的视野当中啊 所以这这就说明了现在的这种 两位说的都有各自的道理 我觉得这个两位这种观点的这种碰撞 也就让这个事件的 这种原貌或者说他的这个原委的变得更加的清晰或者是丰满 由于事严关系这个话题今天第3个话题先到这 那么接下来还有第4个话题 现在话题多 那么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说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美中贸易战的正在 咱们用个俗语说叫做如火如荼 非常激烈的进行当中 不停的在拉锯扯锯 已经到了第七轮 马上第八轮第九轮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川普呢 也是又出了新招 就是要用这个 有些评论 认为他是狮子大开口 简直就是胡闹 要把这个美中的贸易战或者贸易谈判 要往这个特局的方向继续推进 什么呢 就是他要把这个中国买美国商品的这个数量呢 又翻倍 从这个过去说是一万两千亿啊 现在要翻倍 那么这个让中国方面呢 是不是会觉得 美国没有继续谈判的诚意 那么这是贸易战方面 我们再看到有一则新的消息说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现在在日本冲绳 附近的这个硫磺岛展开了 大概这个 将近一个星期要展开一个星期的这个军事演习 这个军事演习的 这个项目就是夺岛作战 这个硫磺岛的面积呢和中国在 南沙所占的这个最大的岛礁呢 这个面积相仿 也就是两三平方公里啊这么大的样子 对于 这个演习呢是不是意味着 美国留有后手 贸易战是一方面 同时呢 这个夺岛战 热战是不是也是一个后手 对中国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呢 有关这个问题呢 首先请教小平 这个消息呢啊 因为 人们评价 有一个有一个 我看到有观点啊 其实这个 这个有一个观点比较这个吓人啊 就是据说是人类军事史上 尚未有过对孤立小岛进行现代化军事打击及占领 啊 那么呢 他为什么说这话就是呢 美国人在这个 硫磺裂岛上找了这么一个小岛 做这种演习 为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 那么这个信息也报道 他是针对这个美海军透露 演习针对南沙中国岛礁做出的假想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 南海 对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标题叫贸易后 战后军事战 那么就涉及到这个南海的问题了 我一直认为啊 这个从我的思路上来讲啊 贸易战 南海 台湾 这三个问题是捆绑的 一直是捆绑的 而且呢这个贸易战搞掉之后呢 这个下一个问题就应该是南海 台湾问题要取决于中国的这个步伐的这个快慢 如果中国的加强了对台湾问题的这个步伐的话呢 台湾问题会完全移 但如果中国对台湾问题暗兵不动的话呢 那么下一个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这个南海问题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那么第2个判断呢就是说呢 这个南海在这个问题上的美国 美国呀 他并不是要跟中共打一仗 当然我觉得他的有限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要 让南海 回归他的现状 这个为什么要回归现状呢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跟美国人谈过 这个南海的非军事化是不是 这个你呢现在美国指控中国在这方面这上面违背了承诺 大家可以查看这方面的资料 那那菲律宾菲律宾也在说中国啊也答应过啊他不中国答应过他们不搞南南海的这个军事化 当然他们也答应他们也搞军事化 那么这个事情的南海军事化的问题呢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已经提出来了 是 就当时是答应的 对啊 在奥巴马时期提出了 当时的那个国务卿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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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就向中国提出来 你违背了你的承诺 那到美国的这个 川普政府的时候呢 他马利斯在这个 我记得是在新加坡的那个 香香里拉对方会上就非常的强硬啊 说中国那个在南海那个南海的这个人道岛屿上的军事化包括部署反舰导弹 地对空导弹 电子干扰器 以及最近在永兴岛降落轰炸机 因此呢 这些东西违法美国常 美国的美国这个中国当中国的元首对美国当时元首的一个承诺 因此呢 我觉得如果美国人有目标的话 那么就是让南海回归到 非军事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填充的那些岛屿 弄不好的话 要给拆了给炸了 是这两个目标 那么我觉得除此之外呢美国人可能不会要去更多了 就是要跟你中国打仗之类的 好像没有 那么呢现在这么多 在最近的去年到今年我们就知道美国的这个飞机不断的在上面飞 是不是啊 那么的B-52轰炸机也去飞你这个南海 所以说这个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呢 在打贸易仗的当头呢 他一直就是没有把南海这个事情的放下 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美国在那个 ISIS的那个那个军事军事行动他已经结束了 对 昨天的消息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 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和预算来面对南海的问题 所以说啊 我不排除 贸易战之后啊 会用南海 自战 但是这个战争呢不是战争啊 而是一种 让他回归原状的一种争议 或者或者说一种压力 对 一种 软的软硬监视的手段 对 迫使中共做出让步 静怜你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中共在这个事情上是不会浪布的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他在南海 遭到建交 这已经不是一个只是短期内的一个计划 可以看到这是中共一个 在那个区域里面的一个一个战略部署啊 当然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 其实 再三强调的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航海自由 就是国际航海自由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我想这是美国跟中国在那个区域里面的一个 竞逐啊 那么我同意刚刚小平说 说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如果接下来会是美国的一个焦点 但是我想 从欧洲这边的观点来看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就是说尽管欧洲脱欧 英国脱欧脱到现在脱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可是呢 英国在这段时间 我们注意到去年8月的时候 英国也第一次 重返这个南海 加入了美国所领导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 巡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觉得英国的加入呢 也让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单纯化 那么这就包括了当然在那个区域里面还有澳洲啊 我们不要忘了也是一个 美国跟英国这边的一个盟友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这个南海的局势啊 只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紧绷 而我想 中国在这个时候 他不会轻易让步啊 尤其是他觉得那是他自己的这个 区域里面的一个范围啊 所以这个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这些国家其实都不应该进来的 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局势 英国不会 不会放弃美国 不会离开 那么中国呢 更不会 取救 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情势 其实会更加的复杂化 而且会很危险 我感觉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不管贸易战也好 还是热战也好 我觉得前景的都不是很乐观 尤其是贸易战现在 川普这个急于啊 为自己2020这个大选啊 拿分 实际上现在有消息说啊 或者我们观察到的 种种的迹象呢 也是他对于 达成贸易协议实际上是很热切的 同时呢 在这个越是热切 他越要拿出一份 一副这个似乎蛮不在乎 或者说呢 不断的施压的这样的一种他惯用的这种 谈判的手段 但是呢 我们看到他提出这个翻倍啊 购买美国商品的翻倍啊 这个提议呢 应该说 是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的条件下 你这个波音飞机现在中共 实际上就找了这个油头 就是想少买点飞机 省省省点钱 你还让他翻倍 那翻倍再没东西可卖了 那么这种情况 中国方面没有办法接受 也达不成这种相应 所以最终呢 还得往后退 双方各自 后退一点 达成一种妥协 那么也就仅此而已 或者说一种缩水版的 降级版的 一种贸易协议 和双方的这种原本的这种要求呢 估计都会 有很大的出入 中国方面是急于让美国的这种关税归零 不仅这个现在不要升到25% 还要降到百分之 连百分之十都不要 争 那美国方面我估计这个百分之十不争 估计也是没法让步的 那么同时呢 这个执行机制怎么去强化 怎么去监督 怎么去核查 那么这也是 估计和这个金林刚才所说的 中国方面没有办法让步 这也是中国方面没办法让步的东西 所以最终这些东西呢 如果想早点达成协议 也就是说 双方各给个台阶下 然后就民进收兵 也就仅此而已 这是我的一种看法了 但对于南海问题 我觉得也是 中国方面已经是盗嘴的肉 我相信他不会透出来 那么就是说 建了上面的岛礁 的确是违背 违背当初诺言 我们知道15年9月份 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和 奥巴马当时谈得很好嘛 就是说我们就是保持他的这种 非军事化嘛 但是实际上动作是一直没有停 这个是 明修战道是安都成仓 最终的还是把这个 导教占住了 而且是 机场啊什么都已经 军事设施都已经是上去了 而且现在是振振有词 我们就是为了防御呀 你不过来捣乱 我们这些武器不对人女呀等等 但是如果说让他放弃或者说 通过一些压力 能够让中共收手的话 好像现在的可能性 我认为还是不大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有四个题目啊 也是好像 头一回有四个题目的这种讨论 的确讨论的很热络 几位嘉宾的这种观点呢 从各个角度 对这些问题的话题进行的分析 感谢安华 嗯好 下次节目 下次节目再会 周末愉快 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at 明镜 news 脸书 Facebook.com